- 哇... - 哇... - 嘶... - 嗯... - 喂... - 喂... 你睡了嗎? - 我還沒... - 你要不要去個說走就走的旅遊? - 喔?這麼貴耶... - 要去哪? - 年輕人的朋友幫我們安排了最前的位置啊... - 為什麼要去? - 絕不動... - 原來還有這個稻草... - 不是稻草... - 大家好,我是金鈴 - 每年來到秋天都會給一大片粉紅色芒草的照片洗版的 - 但在首爾我年年都是去天空公園了 - 究竟今年有沒有什麼新的地方 - 有新鮮感、新衝擊去燒著我去呢? - 結果我在IG上看的時候 - 突然間被一個在濟州cafe - 一大片粉紅色芒草中間包著一個船 - 上面的照片燒著了 - 於是我用了兩三天去計劃 - 還捉了一個台灣朋友跟我一起去 - 就達成了這個超級即興的兩天一夜濟州島之旅了 - 順便擋去一個短短的staycation - 當是recharge一下最近我完全睡得不好的狀態 - 大家有看我之前本來的片都知道 - 我是不斷每一天都被外面的鐵路聲弄醒 - 睡不好的 - 雖然我之後其實買了AirPod - 但是AirPod它睡到中間的時候會跟我說它沒有電 - 然後我用耳塞它又會突然掉了出來 - 所以其實最後最後唯有強硬逼自己適應 - 我是什麼都沒有帶這樣去睡的 - 如果我睡得不好 - 其實我最大的一個反應就是經常都會水腫的 - 你知道這次我去濟州的目的就是要拍美照 - 如果是水腫少一點的話真的會P小很多照片 - 所以這次多謝這個合作的單位就是Foreo - 來得剛剛好的就是我出發去濟州之前 - 可以用它來瘦一瘦臉 - 就是這一部Foreo這個瑞典的個人護理牌子 - 應該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 我之前回香港的時候見到Kitling和Ami用的時候 - 都已經覺得很燒很想試一下 - 所以這次很開心的就是可以試到他們這個 - 號稱美肌教練的Beer家用美容液 - 如果大家平時有出開去做Facial的話 - 應該也有試過一些用眉電流去促進細胞更生的Treatment - 其實這個美容液的原理就是跟外面的Treatment一樣 - 其實它也是用眉電流去促進細胞更生的一個美容液 - 但其實我第一次聽到眉電流 - 我會有一點怕會不會怎麼用 - 怕會有一點刺痛的感覺 - 但我實際上操作起來是非常簡單的 - 完全不需要技巧都可以好好地幫自己做一個Treatment - 因為其實它還有一個intensity可以調整 - 如果你第一次怕自己承受不了太大的力度的話 - 你可以調低一點的 - 我連了它的app之後 - 其實我是可以最大調到10 - 我第一次就是調3 - 因為我很怕那個感覺會很大 - 但其實當你慢慢發現 - 你是承受到多一點的力度的時候 - 你就可以再調大一點 - 效果就會再明顯一點 - 大家做這個步驟的時候 - 只需要記得塗好適當的sirup就可以了 - 因為你如果不足夠導電體的話 - 可能會有一點刺痛的 - 我就塗了它們附送的sirup - 現在剛剛睡醒之後 - 我的樣子就是這樣 - 眼睛好像還沒消腫的樣子 - 我就用這個瘦面機 - 幫我瘦一下臉 - 我首先連了它的app - 其實這個就是用了T-Sonic的垂直聲波震動技術 - 其實做完之後 - 會幫你皮膚做了一個大氧運動 - 好像一個皮膚的workout - 所以它的療程的名字 - 全部都是叫Yoga - OK - 即時的臉是不是sharp了很多 - 即時的臉 - 其實你看到我before after就知道 - 我做完之後是極度快速的 - 幫我可以消水腫 - 還有有瘦面的效果 - 但其實除此之外 - 它背後幫你大動了你的細胞根深之後 - 其實還可以補充女生最需要的膠原蛋白形成 - 看上來皮膚會更加飽滿了 - 還有我都很喜歡在化妝之前用它 - 因為它在化妝之前用 - 都會令到後續的化妝品、護膚品 - 更加吸收、更加貼服 - 我覺得其實foreal最棒的地方 - 就是平時我們出去做treatment - 閒閒地都要可能坐過40分鐘 -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 但是它這個treatment - 一次做都是兩分多小時就完成了 - 所以真的省很多時間 - 特別是我最近非常忙碌 - 完全沒有時間想出去做facial那些 - 所以其實在家裡都可以幫自己做到一些 - 好像外面效果的treatment是非常之好的 - 好了 講了那麼多 - 我們現在就馬上出發了 - 正所謂識人比識字好 - 今次我做genieur的朋友幫我們安排了最前的位置 - 好開心啊 - 乘飛機也有這樣的福利 - 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 而且今天天氣也很好啊 - 因為其實剛巧我本身約這個朋友吃飯了 - 但是它就說它這個星期不行 - 因為它去濟州 - 怎料在我計劃這個行程的時候 - 突然想起 - 其實我都可以去濟州啊 - 我們每一次都是這樣很巧合地撞到 - 同一個時間去旅行 - 因為它是空少的嘛 - 所以其實它的時間很flexible - 經常平日都會去旅行 - 跟我都是一樣 - 我又不一定要週末才去旅行 - 所以今晚應該會見一見去吃個飯 - 很多謝它幫我們安排了這個位置 - 今天雖然是平日 - 但是根據我這個空小朋友說 - 現在去濟州的航空是超級滿座 - 它今天早上去的 - 但是它整天的航空都滿了 - 這條隊呢 - 正在排去上飛機了 - 幾次是有 Party - 耶!到了濟州啦 - 剛才在機上真的睡死了 - 因為我睡眠質素真的太差了 - 最近每朝都被鐵路吵醒 - 就算我戴了耳塞 - 其實都會聽見一點 去到我聽到那一刻就整天都再睡不著 所以這次我預計這次Staycation 其實我預計完之後 我第一次想到的是 我終於可以有一晚有覺好睡了 我終於可以一覺睡到自然醒了 好期待現在 我就首先要去酒店Check in 這次訂的酒店都是很近機場的 那我就會搭壁士去啦 明天才開始租車 我現在遇到一個人身交叉點 就是我來到這裡 因為看到超多人排隊 然後我這個朋友他跟我說 叫我我決定離開這條隊 為什麼我決定離開這條隊呢 他叫我去三樓那裡搭的士 因為他說三樓那些人一下車 你就上車 會快很多 糟了 但會不會沒有人下車的問題 會不會接不到的士 這個空小朋友是由我飛之前 已經開始take care我的位置 各樣東西 我現在要搏一局 究竟離開了這條那麼長的隊 之後上三樓是不是會折到的士 好厲害啊 我的朋友真的比我更加旅遊達人 竟然是想到這樣的方法 真的不收為一個空小 乘飛機多了 吃飯 來到這裡搭的士 真的快很多 比我可以坐第一排之外 還可以讓我迅速地回去酒店 好開心啊 耶 幾經辛苦終於check in了酒店了 其實這次訂酒店的時候也有一點插曲 本身其實我不是打算訂這間的 但是誰知道滿了 所以就轉來這間 但也錯有錯著 因為我們其實租車的位置 就是這個酒店附近的 我朋友剛剛他還車 在green car那些 都是在這棟大廈裡面 拿車還車 所以如果在這個酒店住的話 租車出去是非常方便 反而我之前訂的酒店比較遠 不過還有一件事很失策的 就是我沒有帶腳架 現在就等我朋友來打救我 沒想過其實我三點幾機 我以為來到濟州也很早 但怎知道已經轉客眼了 搞這個搞那個已經五點幾了 差不多到吃飯的時間了 我本身還帶了泳衣過來 打算去游泳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超棒的 跟我這個朋友來濟州的好處就是 他真的是一個旅遊達人 剛才教我搭完的士之後 因為一會兒就跟他吃飯 他們就去了餐廳打算先拿位置 怎知道要等成四十天人 要等超過一小時 很久 然後我說 是不是這間餐廳很出名的 他說是 超出名的 所以真的沒有跟錯朋友來濟州 超開心 第一餐又可以吃到一間正的店 還有我這次也是用Hotels Combine 去預約我的行程 每一次我計算時間的時候 我都會確定看了他們的app 因為他們裡面有一個Free Cancellation的filter 可以看到哪些酒店可以免費取消 方便我們有什麼行程上面的改動 是從香港的時間到韓國 我也是work with Travel Partner 去帶給大家看一個更多不同的時間體驗 哇 想說以為濟州沒那麼冷 但是其實這裡也很冷 現在我其實穿了這個 因為它有洞 所以入風啊 好冷啊 這裡也還要走十分鐘才到 有什麼開心得過是 他們拿了位置之後 我不用等 我可以直接去到就吃到 我剛剛是三層來就去我 Stan坐在… 這邊有很多空罪 待會後就叫我後輾到 這是他們吃魚燒嗎 對 所以我去了洋餐館 非常漂亮 這裡非常有名 要有預約嗎 一定要有 你一會 有 lång來了嗎 真的嗎 哇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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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哇 這是什麼? 我們現在又叫多了睡覺 心急睡 心急睡覺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品牌 這是什麼? 這裡很大 世界上第二 第二 真實 很快 心急嗎? 要做反彈 最高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 真的嗎? 38層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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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我們吃完那間餐廳 然後我朋友他up了IG 然後那間店的老闆就有回覆他說 可惜他去了出差 所以他就招待不了我們 然後哇 這間店是出名到 這個Wonna1的 黃明兄也有來過 他說因為 新世紀百貨的會長 有來過這間餐廳 所以更加有名 剛才那間餐廳 金鐘國也有來過 好了 今天他們帶我走完 跟他們道別 他借了這件衣服給我 因為超冷啊 發現沒有這件衣服 我真的會死 拜拜 拜拜 再見 耶 耶 他來了啦 這個選擇 他很開心 我們來到第2天了 我們今天終於正式去我們的 最重點的行程就是去看粉紅色亂草 今天的天氣暫時都可以 雖然有點玩 但起碼沒有落雨 因為 我練一下 讓我練 請說 誰笑你這個 我覺得你已經 畢業了 我現在到了這個 然後 原來還有這個 稻草 不是 稻草 還有這個蠻草 好像很大耶 好像很大耶 就在這裡了 他們有一個很標誌性的照片 就在上面拍下去 然後坐在一個船裡 周圍是被粉紅色亂草包圍的 那我現在就去拍給大家看 在哪裡拍出來的 OMG 真的很美 看著看著看著 原來就是這裡 你從高處才會看到 幸好現在沒那麼冷 我覺得再冷一點來 就不能穿那麼少 外面拍了 其實這個場地 它不算很大 但是呢 在高處拍下來的時候 好像整個感覺都是被 在螢幕包圍著 最好好的 是這裡的老闆 會幫忙拍照 現在我們 因為都是求助專業 因為剛才我們的相機 拍不到這麼Zoom 現在老闆 就在上面 幫另一個媽媽拍照 超好 我想說老闆 真的 剛才他幫我們兩個 都拍了很美的相片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 怪不得每個人來 都好像拍到 超Pro的相片 原來就是 有些如果沒有帶漂亮的相機來 就會叫老闆幫忙拍 然後他就會發送給我們 然後剛才真的拍得超美 就是我應該將會用我的 這張相片做我的formel 是超美 因為其實手機拍 要調色才可以調到 那麼粉紅的顏色 其實他肉眼看 是比較像超淡的紫色 所以剛才老闆 就用他的專業相機 幫我們拍了 真的很美 已經是心滿意足 其他人的話 他們就會Post這種 剪出來用 就會帶來這樣的感覺 即興來濟州絕對沒問題 因為有我朋友在 在我們喝咖啡 想去哪裡的時候 他就已經傳了這個list 跟我說 問我們現在做什麼 然後我就說 現在準備吃飯 然後他就說 問我們喜歡吃蒸海鮮 苦綠的一種魚 然後他叫我們 去這裡附近的一個沙灘 參觀完之後 就去吃那間餐廳 因為很近 神經病 他真的是我旅行的街 然後再去吃那間餐廳 那間餐廳 很像是假的 很像是假的 然後我去吃飯飯 然後我去吃飯 然後我們就來到一個朋友介紹的cafe 對啦 它是一個海灘旁邊的 超美的 這裡現在的雲好像是假的 然後這裡很多人很多人 而且外面有很多位可以拍照 除了一個cafe裡面可以拍出去之外 外面的海是超美 現在是超藍色 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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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些兒子 想念她一段時間 拿去錄片 刷毛 拍卡 排唄 我們做的那些稅子 我們努力這件子 我們能做到更多的,不知道我們應該是偉大的 But you held me down When I was living up Back and forth but never togeth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And make my way alone for now Holy is a ghost Heavy is a feather Pure is the driven snow But watch your back It's heartbreak weather I think it's time to go My mind's made up My mind's made up We'll keep doing this But nothing's getting better So I'll stand up and walk out And make my way alone for now We are going back home Alright 今次的Ford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在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下個影片再見 Bye Bye 這是第一個出來的行李